SWITCH游戏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2020年的上半年度推薦的10款SWITCH游戏 如果你買了SWITCH之後 還有哪些遊戲是還不錯的 也可以來參考看看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趕快來進入 這10款遊戲的分享吧 雖然雙點意願並不是SWITCH平台上專屬的遊戲 但是我個人是特別喜歡像這樣子的 模擬精靈類遊戲 畢竟在現實生活當中 想要去經營體驗大醫院的感覺 真的是太有難度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藉由遊戲來完成這樣子的夢想 我們在經營雙點意願的過程當中 扮演的是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整座醫院的設施部門 包括醫生、護士、清潔工等等 全部需要由我們來規劃安排 而且在有了越來越多完整的規劃之後 也會有越來越多的病患來我們經營的醫院接受看診 當然啊 遊戲中也會因為進度的前進出現一些比較特別的病症 在觀察到醫院有缺少的設施或是人手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去新增或是補足 讓病患在這邊都可以順利得到醫療照護 不過啊 雖然他的題材是走向醫院這方面的 感覺看起來會稍微沉重一點 但他應該有特別針對這點下去做一點改變 像是我們在遊戲中所聽到的病名 都會是一些比較滑稽的名稱 萬一病患不小心在醫院中醫道掛掉了 也是會像個抓鬼特攻隊裡面的鬼魂這樣子 跟恐怖比較不會有太大的連結 遊戲中有相當多的數據跟不同的能力可以參考 如何經營起一家好的雙點醫院 一步一步邁向更大的規模 都值得喜歡思考的玩家一起來親自玩玩 相信大家在看到標題的時候就已經猜到這款遊戲 一定會出現在榜上 對肯定沒錯 因為這款基本上就是超級霸榜大王 在銷售冠軍的寶座之上是久久不肯讓出 而且在剛發售的時候還因為一片籃球 在網路上面更出現的一些很了不起的價格 動物水友會的魅力在我的認知之下 是因為可以帶著悠閒的自由跟創意 遊戲的初期我們會被引導到一座無人的荒島上 這座島雖然說不大不小 但是在上面能夠做的變化我覺得算是相當的大 除了前期需要照著他的進度去走以外 到了完全解放所有功能之後 整座島的變化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來自於玩家自己的創意 我自己是一個創意不太好的人 所以每一次在進入別人的島嶼之前 或是看到網路上的影片 真的都是會有一點讚嘆 因為那些帶著創意的島嶼 整個是美麥美麥的感覺 只能用太誇張來形容而已 遊戲中除了可以改變地形 利用一些創意繪畫跟道具來布置島嶼以外 也提供了主角的家 可以讓玩家來專屬做一個室內設計 遊戲中的鄰居或者是其他的NPC 也提供我們一些互動商的功能 看是要再互相交換禮物 或者是取得新表情 也都可以透過互動商來完成 當然在無人荒島上 建置設施跟收集素材 也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如何還完貸款 優美的布置跟創作 也都會挑戰每位玩家的能耐 最後呢 就是它從發售到現在 基本上是沒有停歇的更新 每個月至少都會有個新活動 可以讓玩家有新要素來體驗 也會幫遊戲的整體內容程度 提升到更豐富的下一個階段 雖然無雙遊戲是被編制在動作類型裡面 但我想無雙遊戲基本上已經快要製成一種類型的狀態 反正無雙跟爽度接近畫上等號 如果是喜歡無雙系列的玩家 接下來要看的大概就只剩下它的題材是什麼了 這次的海賊無雙是 玩家可以使用正統的無雙遊戲方式 來操作知名的航海王各個角色 其中要包含六個篇章可以挑戰 這些篇章分別是 阿拉巴斯坦篇 愛妮愛斯大廳篇 頂上戰爭篇 屠入新世界篇 元蛋糕島篇 還有和之國篇 相信喜歡航海王的玩家們 對於這些篇章應該都不陌生 進到遊戲當中 除了可以回味一下航海王的劇情以外 還可以實際操作這些人物 去遊歷他們的世界 而且除了第四代登場的超過40名角色可以使用以外 據說這也是海賊無雙史上最多角色的一代 讓玩家可以有更豐富的體驗以外 也可以使用到自己喜歡的每一個角色 遊戲中也提供了更多種無雙招式可以使用 在危急關頭的時候可以選擇展現 爽度也真的是非常之高 而且還支援到空中無雙場景破壞 也讓整款無雙遊戲的境界達到一個更高的領域 當然對於像我這種劇情不是非常熟的玩家來講 也可以透過這款遊戲 對航海王有更深的認識 角色跟角色之間的羈絆 也可以用遊戲來體會一下那種感覺 萬一現實生活中有什麼不如意的事 來一下海賊無雙 說不定就可以獲得另類的抒發體驗喔 講完海賊無雙4呢 當然也要講一下火影忍者終極風暴式的 因為這兩款動漫改編的遊戲 除了有辦法不同以外 基本上熱血程度跟知名程度都算是相當的高 我對於火影忍者這部動漫的認識是比較深一點的 所以在玩火影忍者終極風暴式的時候 也是有一種回頭體驗劇情的感受 遊戲中的劇情雖然是直接從人界大戰開始縮起 但這也是火影忍者開始進入最後高潮的階段 也因為他的劇情是比較中後段開始的 所以有不少人物都會有很多時期的狀態可以使用 像是他的主角名人就可以選擇 少年時期六道仙人模式最終模式 仙人模式酒喇貓模式等等的 每一個時期的招式跟動畫也都會有所變動 讓我們這些喜歡火影忍者的玩家在玩 真的是會隨著心情去改變 去選擇想要練的狀態 當然人物變多狀態也變多 也可以讓自己的遊戲可玩性跟豐富程度一起變高 除了火影忍者是自己的劇情以外 Switch的版本也直接把DLC的內容 目留人傳給包含在裡面 這個好處就是一口氣可以從 人界大戰體驗劇情到完結篇以外 然後還可以再去體驗一下名人他兒子的部分 如果說是喜歡火影忍者的玩家 真心推薦這一款火影忍者終極風暴式 因為他在打擊感跟動畫方面 劇情方面 我認為他的表現算是相當優秀 碰到同樣喜歡火影忍者的新盟好友 不妨就找他來一下忍者之間的大戰吧 雖然這是一款來自超任平台上的 聖劍傳說3的重製版 但重製於Switch上面來 整體的水準我覺得算是相當的好 對於早期喜歡這款遊戲的玩家來說 買他回來就是一種體驗美好的回憶 順便體驗看看重製之後帶給玩家的那份感動 對於第一次玩到這款遊戲的玩家來說 他的水準也絕對適用於面對一款新遊戲的感覺來玩 遊戲中是由六位主角編織出一段故事 我們可以藉由選擇主角跟夥伴 讓故事的整體劇情有不同的發展 而在重製過後 除了畫面從16位元進步到現今的電玩水準以外 也重製了戰鬥系統 增加了語音跟新的編曲 在劇情的閱讀當中 也可以更深入的感受到每一位角色所帶來的情緒跟性格 加上他是動作型的角色扮演遊戲 我們可以一邊的角色養成以外 還可以在一邊閱讀劇情的橋段之間 切換成動作對戰模式 讓玩家在玩一款遊戲 可以有更豐富、刺激的體驗 相信看到這個風格的畫面 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主過頭這系列的遊戲 這款胡鬧搬家 其實在玩起來的感覺 就跟主過頭非常的類似 主軸都是人多嘴閘 要夠吵夠鬧才會好玩的一款作品 在遊戲進行當中 會有指定的家具跟電器用品 需要依照比較符合常理的方式 來拖出門外並且推上貨車 才能夠達成搬家任務 在整個搬家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遇到那個大大小小的指定東西要搬 有些自己搬就可以 甚至可以拿來丟職 以達成更快速的搬家任務 有些一摔就碎 只能小心翼翼的拿它來移動到車上放下 才不會前功盡棄 還有一些大型家具 像是雙人床 L型沙發 還是電閉箱之類的 一個人在玩的話 很考驗自己拖拉角度的計算 因為沒有人幫忙搬 幫忙喬另一邊的角度 所以在搬的時候 可能要左右邊跑來跑去 應用到拖跟拉的方式 才能順利拖出那個超窄的門 而且越後面的關卡 要把全部的東西疊上貨車的考驗 也會越來越大 沒有按照一般的順序來排定的話 基本上就會發現很多東西疊不上去 再加上時間一分一秒的倒數計時 那種緊張的感覺就會越來越強烈 其實這類型的遊戲 我會推薦給家裡至少有兩個人會一起玩遊戲 或者是平時可能就會有很多親朋好友來一起玩的 因為他在孤獨一個人玩的時候 我覺得樂趣雖有 但是會稍微降低 能夠好好的找個二到四個人一起來玩的話 這類型的遊戲 我覺得光是大呼小叫的聲音 就會讓人覺得開心爆笑一整個下午了 推薦一路神劍終極版的總共有三個理由 第一點是特殊的戰鬥模式 跟我們所熟悉的角色扮演遊戲 有著一個截然不同的方式 施放技能除了要考量站位以外 還要思考控場技能施放時機 一來可以阻斷對手施放招式 藉此獲得緩衝的減少傷害 二來可以利用連段攻擊製造出更強大的傷害 而且在戰鬥的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道具可以使用 全部都是要靠角色之間的技能做一個組合 去看玩家如何配置自己的隊伍 再來第二點是廣大的開放式地圖 讓玩家在冒險的過程當中 大幅度的提升遊戲的自由度 此外在主線之外的區域 也都會藏著許多秘密 等待玩家探索發掘 另外場景所呈現出來的感覺 除了漂亮以外 還給了一種超級壯闊的感受 光是在地圖上的冒險就可以玩上好一段時間 最後一點要推薦的就是故事劇情 發展的過程當中會不斷的高潮疊起 也讓玩家會被一直帶入熱血的感覺 會很想要跟著修爾克一起勇往直前 繼續冒險 綜合以上三點再加上 一度神劍終極版的遊玩時速 絕對是一款值得入手內容龐大的遊戲 這是一款收入而來自世界各地 51種遊戲的大合集作品 雖然遊戲中沒有什麼劇情上的安排 但是在這51種遊戲的豐富程度 可以算是相當的高 以類型上來說 共分為六大類型 分別是指牌類型 棋盤類型 排葬類型 運動機台類型 串聯拼器類型 迷你遊戲類型 想要動動腦動動身子 或是提供孩子 有去全年齡取向的遊戲 世界遊戲大權51 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它支援到的模式更是多元 電視模式桌上模式 掌機模式 觸控模式 沒有的玩家們增加了線上遊戲的功能 如果有特別喜歡進行的遊戲 平時又找不到輕盤好友來對戰的話 只要有了NSO的服務之後 就可以加入線上對戰功能 假裝如果有複數Switch主機的話 這款世界遊戲大權51也支援到 只需要購買一片遊戲 不管是實體卡夾還是數位版本都可以 其餘主機只要下載體驗版本 就可以近距離連線對戰 這樣子的模式可以說是相當的超值划算 由於這款遊戲的內容 算是相當的豐富 之前也有遊戲網站透過統計分析 目前為止最熱門的遊戲應該是日本麻將 但我想不管是喜愛日本麻將的朋友 或者是其他小遊戲的 這款世界遊戲大權51 都提供您一個與眾不同的遊戲選擇 它是一款相當具有特色的日式角色扮演JRPG遊戲 故事的背景是在大家所熟悉的現代社會 並且以青春偶像作為遊戲裡面的主要角色 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就是一群懷抱夢想 從事娛樂演繹的青年 然而來到異世界之後 每個人都將成為幻影的主人 要一起來打倒邪惡的力量 戰鬥方式一樣是傳統的回合制 不過在遊戲中有著強烈的屬性相克 玩家在戰鬥中必須要選擇對手的弱點來攻擊 每當集中弱點之後就會發動一連串的自圓攻擊 也就是大家所俗稱的COMBO 帶給玩家也算是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爽快打擊感 迷宮也是遊戲中的一大特色 除了戰鬥鏈等以外 裡面也藏著許多提升技能的道具或是服裝 也增加了一些需要動動腦的解謎元素 在遊戲性上更是增添了不少樂趣 最後就是在服裝蒐集的要素上面了 每個角色的服裝可以說是五花八門 加上唱唱跳跳的技能招式 整款遊戲所呈現出來的樣子 真的就是以一款偶像題材作為主題的角色扮演遊戲 雖然伊蘇這系列的作品已經在PS4平台上面推出第九代了 不過在Switch登場不久的伊蘇8 我覺得也是相當不錯的一款作品 而且它早期因為在PSVita平台上面推出 所以在內容補強之後 推出在Switch平台上面也擁有相當快速的過場讀取能力 跟順暢的動作角色扮演體驗 故事開始的是講述主角亞特魯 在機緣之下漂流到一座名叫賽聯的無人島上 遊戲中必須找出更多有各式能力的漂流者 一起聚集起來利用蒐集各種素材 將賽聯島建造成一座適合生活的島嶼 戰鬥跟探索的方面在伊蘇8當中也算是自由度相當的高 偶爾在某些新場景當中可能有一些需要仔細探索的地方 這些是解明的過程當中也可以讓玩家體驗到一個在荒島拓荒的感覺 戰鬥則是採用即時的方式來進行遊戲 玩家除了主要控制的角色以外 團隊中的其他角色只是可以進行自動攻擊 我們可以轉換成操作其他角色以外 也可以下一些指令、引導、電腦控制、角色攻擊或防禦 武器的方面只是有分成三種屬性 在面對不同的敵人之下需要挑選相剋的武器 才會有比較好的攻擊加成 最後這是伊蘇系列其實已經算是比較老牌的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不管是在知名度上或是作品的成熟度上來說 都值得推薦給喜歡這類型的遊戲玩家來體驗看看 而且要玩伊蘇8 就算沒玩過之前的代數 一樣也可以好好享受它的劇情喔 好最後就是這十款遊戲 其實是屬於很多不同類型所組合在一起的 那麼我相信其實在大家選擇遊戲的狀況之下 通常都會挑選跟自己的類型稍微相接近屬性一點點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透過這十款遊戲當中 去找找看有沒有自己喜歡的遊戲 也許您在2020年上半年度最喜歡的遊戲 沒有出現在這個榜單裡面 但也沒有關係 歡迎您來推薦給我 希望大家可以藉由這些遊戲榜單 不管是時間上的控制還是預算上的控制 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喜歡的遊戲 好了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Roka 我們下次見囉 掰 2 2 3 3 4 5 5 8 5 6 9